收多少钱吗对于老外 收人民币10块钱 10块钱哪 这家5A级景区 送你10块钱的门票 还免费包含百度车 大家好 这期聊开着中国车 在老挝玩六天五晚 你共花了六圈多少钱的详细路线 以及攻略 丙哥不是穷有 如果你不像我似的 开这么一个V8的大油老虎 扶住五星级酒店 您花的会更少 过关的手续和流程 都已经拍完视频了 大家可以翻以前的视频 有三点要特别提醒大家 过老挝的海关的时候 不强制要求你办保险 办临时驾驶证的 因为这个跟过关没有关系 至少遇到了十四警察之后 查的就是三点 临时驾驶证 换两保险 及关单 三项东西 第二个 换好现金 那边也用不了什么制服 用不了什么微信 第一天我是上午10点钟 从西窗板上出发 那边两个小时 我们到达魔幻口岸 过关一共花了三个小时 中国那边是不收一分钱的 在老挝那边 总共一个人约合 250元人民币 包括签证费 一台车辆的手续 总共收的 大概是200人民币 过关的时候 我们总共花费了950 过了老挝的魔丁口岸之后 导航喇布拉帮 你会发现 300公里的路程 需要七个半小时 没错 实际就需要跑七个半小时 并且路况特别差 以上路为主 说到路来说 你最好开台SUV 开台硬派越野车 如果你开轿车 开房车 对你来说 一定是一场噩梦 所以我请大家 都是去玩的 不要去赶夜路 如果你两点之后 才完成过关 你就不要往 老挡拉帮去跑了 太累太辛苦 所以这天 我们住到盲赛 盲赛在100公里左右 需要你开两个半 到三个小时的车程 导航呢 我是用澳维互动地图 它可以在国内 打开谷歌地图 最主要的 我可以在国内 去研究路线 还有一个 在路上也可以记录轨迹 你可以用苹果自带地图 或者Google卖 也可以用百度导航 但是我去的这家酒店 百度导航就倒瞎了 就没倒的地方 通过协城 通过阿沟的 阿沟的在国外 很多地方 要比协城协议的酒店 多很多 到这儿 点了一份猪脚饭 点了一瓶老挝啤酒 那小烧烤 人均20多块钱 第二天 直接导航 喇不拉帮的关西瀑布 关西瀑布相当于我们国家的五位级景区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酒寨沟 这里的门票 卖的价格不一样了 对于老外来说 多收费 收多少钱吗 对于老外 收人民币10块钱 10块钱哪 还免费包含百度车 关西瀑布并不大 有一两个小时就玩完了 回老婆拉帮市区的时候呢 会路过奇大象的地方 奇大象81个人 卫大象20 当然了 拍照免费的啊 酒店选择在 梅公河边上的 喇不拉帮的闹市区 加上200多块钱 为什么要住在这个地方呢 非常的方便啊 离夜市也方便 喇不拉帮最有名的是布施 布施也是在喇不拉帮小的这个市区内 人可以在夜市吃个小吃啊 足吃足喝 人均三五十块钱 交流呢 主要是用英语 用小学的英语水平就完全OK了 你不用担心被别人笑话 只有中国人会笑话 中国人的英语不好 这话你自己去做吧 下一期我们接着网站走 我们先去万中漂流 再去老挝的首都万象 一会儿凯旋门和葛德明文婆 看泰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